我觉得宗庸卓妈老师也是这样 这个大家看卓妈老师 觉得很熟悉 很亲切吧 因为以前我们是这么介绍的 这是歌唱家宗庸卓妈 这位是他的儿子 而现在呢 往往我们年轻人会说 这是我们的歌坛小生 扎西顿珠 这位是他的妈妈 对 这个扎西顿珠和宗庸卓妈老师 是一对母子 对 这一次是您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了 是的 是的 那个扎西有没有给您一些什么鼓励 鼓励 那天一接到这个通知 她说妈妈你必须得去 这几天 妈妈您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您要怎么怎么怎么 一直在后半户 没有 两位在家里面商量 妈 今年是你去还是我去 两位不妨跟我们说一说 你看咱们都是应该说家里面 都为春晚做了很多贡献 像咱们这样的家庭里面 在参加春晚 或者是过年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氛围 跟那个我们藏族人 可能跟这个春节的 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们是要围着歌火 通宵通宵地跳舞在老家 那么我们住在昆明吧 那时候也是家里边有 这个小型的联欢晚会 那么那几年我记得是 扎西小时候我经常上春晚 我们这个联欢会 就摆在了大年初一 从爸爸妈妈 舅舅等等 每个人都出节目 特别热闹